咱们在很多情况下呢,设了一个DIV,然后呢发现这个DIV呢,有点小了,放不下内容了,但是呢,人家页面上给的就是这么大,是吧,这个是内容溢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看这块,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龙波图,是不是,那么,我问大家,它是点击一下,然后呢,把另一张图片扔了,然后拿了一张新图片进来呢,还是说它原来放了好几张图片,我点一下呢,切换一张 点一下,切换一张,点一下,切换一张,是吧,也就是说,其实它在之前,这个盒子就这么大,但是呢,这里可放了它好几张图片,是不是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把这个图片撑出去的,也就是说图片会超出盒子吧,超出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发现超出以后咱们看不见超出的内容 那这种情况就叫做超出的那部分呢,隐藏掉,超出的部分隐藏掉,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溢出了会怎么样啊 这个属性呢,我们首先,咱先做一个DIV,这DIV呢,也不敢太大啊,因为咱们的内容有限 首先DIV,咱们呢,给它设宽100个像素,高野来100个像素吧,比较小气啊 呃,然后,咱们为了看起来更直观,加一个背景颜色,是吧,加一个背景颜色,然后在这个DIV里面呢,咱们写一些语句啊,写一些语句,这语句呢,是不是前面又得超失去了 红掌图新波,就到这儿啊,不过咱们还是多复制一些的 粘贴在这儿,OK,然后咱们F12预览,我们发现这文字多了以后,是不是会超出这个DIV 哎,我们是不是不能让内容超出,因为地下怎么很有可能还有别的内容,是不是会影响的呀 所以咱们应该去处理一下啊,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内容溢出处理 那么这属性叫做overflow overflow overflow里边呢,它有好几个可选属性 大家看,首先有一个凹凸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凹凸是干什么用的 哎,凹凸呢,默认好像这个盒子给它们收起来了 还有一个滚动条,说你看不清呢,你就拉动这个滚动条慢慢看吧,是不是 哎,这是凹凸啊 接下来咱们再看,还有一个叫做heiden的 哎,你发现滚动条没有了 然后呢,额字还给咱们披了一小半,是不是 底下的也没了,是吧 哎,就是说超出部分就隐藏了 heiden就是隐藏的意思 heiden是隐藏的意思 还有一种是这个scroll scroll应该没写错,就这样写的啊 然后刷新 它是不是也出现这个滚动条了 并且这个滚动条右边有,下边是不是也有了 哎,这是咱们说 scroll是专门这个生成滚动条的啊 scroll生成滚动条,我这儿没写啊 没写,咱们总结在这儿 首先这个overflow呢 它有一个,它的这个曲直 首先有这个凹吐是干什么的 就是自动生成这个滚动条的,是吧 然后呢,我们发现内容多了以后 它只在右边生成,对吧 只在右边生成 这是第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还有heiden 就是超出部分隐藏,对吧 最后一个是scroll 它是右边和下边都有滚动条,是吧 这是咱们的overflow,那么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overflow呢 就咱们刚刚说的,淘宝这儿,超出隐藏 这图片呢,咱先超出部分隐藏 然后呢,一点一点去切换它 还有很多地方会用到,咱们后面会讲 因为这个overflowheiden呢,有一个很牛逼的地方 有一个很牛逼的地方 也就是说咱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overflowheiden 而不是这个off和scroll,能理解吧 这是重点,这是咱们的重点 这是第一个啊 再一个的话呢,还有一种情况啊 大家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写了这个汉字了呀 那如果写英文字母呢 好,差不多数多了啊 咱们刷新 这个等一下啊 先把这个咱们先撤了看 你会发现英文字母是不会自动换藏的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特点啊 英文字母是不会自动换藏的 那像这种时候呢 我们应该,假如说咱们想超出部分隐藏 是overflowheiden 但是呢,假如说有这种情况 假如说有这种情况 咱们想右边就隐藏掉 下边怎么不想隐藏 这怎么办呢 这就是说 它衍生出来一个属性叫 overflow-x 意思代表 横向超出部分隐藏 横向超出部分隐藏 overflow-x 没写错吧 横向超出部分隐藏 纵向的是不是比较多 所以它生成果冻条了呀 也就是说 咱们overflow它可以衍生出来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overflow-x 一个是overflow-y 它的值用法跟咱们这个overflow是一样的 这是超出部分 好 这个说完咱们总结一下 首先 大家 这个经过咱们讲解一遍呢 你不要就是脑子里是乱的 你首先得有重点 咱们要掌握哪一个 拧集一条overflow-x 超出部分隐藏 超出部分隐藏 这是需要怎么掌握的 别的都是浮云 是吧 别的都是浮云 好